我们今天进入到第二张电阻性电路的后半部 那么在进入到课堂之前 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上周的课后作业 也就是第88页2.85这道题 这道题呢,假设I0,也就是在这个电流表上所读到的 电流是8个mA往下 要求IA就是这个电流源上面的电流 就会是多少 这时候I0等于8个mA 好,那这道题目应该怎么去解呢? 我们请看到下一页 下一页呢,首先呢,我们把最下面这一点去接地 接地的意思就是这一点的电压设为0 然后呢,I0就是我们刚刚从这个电流的8mA 从A点到G点 好,那么马上就可以求出来 A点的电压是多少呢? 就是8个mA乘上2k 等于16伏特 意思就是说 相对于GV0这一点 A点的电压是16伏特 那么B点电压是多少呢? 这个16伏再加上6伏就是22伏 好,那么我紧接着呢? 我们看,那么这个22伏在这里 往下,IbG 从B点到G点的这一段电流是多少呢? 就是22伏除上1k 等于22mA 22mA,好,那对于G点而言 我有两个流进来 分别是8mA的I0 跟22mA的IbG 那么流出去的只有这一段 从G点到C 换句话说呢? 流进来的,我们设为负 流出去的为证 因此负的I0 就是这个负的8mA 负的22伏就是负的IbG 再加上IGC 就是这个呢? 会等于0 那么得出来了 IGC等于30mA流出去 流到C点 好,那对于C点的电压呢? 马上就可以求出来了 由于G点的电位是0 从电流流出去 C点的电位一定比0电位还要更低 低多少呢? 就是30mA乘上1k 这个电阻变成了-30伏特 因此C点的电位呢 等于-30伏特 好,C点是等于-30伏特呢 那那个低点的 ABCD的低点的电位又是多少呢? 我们刚才知道 这一点的电位是22伏B点 再加6伏 因此到了低点呢 就变成了28伏 这个是28伏 这个是-30伏 因此从低到C的电位差多少呢? 28-30伏特等于58伏 那么IDC 从低到C的这个电流是多少呢? 就是58除上2k等于29mA 好,29mA 因此呢,对于C点而言 有一个电流流进来就是IGC 刚才已经知道 这个IGC等于30mA 刚才我们又求到呢 C点有另外一个流进来的 IDC呢 是29mA 29mA 因此呢,我们有三个-IA -IGC -IDC 因为三个按照符号的规定 都往C点走 走进来 结果呢,我们后面两个都已知了 那么IA就求出来是-59mA 的意思说,我们一开始定的方向 其实是不正确的 正确的电流方向是从C点到A点 这个大小是多少呢? 是59mA 好,我们看到整周的介绍呢 从26开始一路到21 包括了串并连电路的继续 跟YX型的Data型 还有相依电流源 剩下29-21 有偏向于比较 所谓的应用上面的题目 OK,我们先看26 刚才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这个电路呢 这个电路出现在 等一下 OK,我们在 这本周呢,我们首先从26开始 26 谈到的是组合串并连电阻器的电路 例如说 像这一道题目 这个电路 那这个电路呢 出现在各位的第58页 范例2-24上面 OK 那这个电路上面的解法呢 在各位的第59页呢 林健老师重新整理了一下呢 用下面几个公式呢 动作会比较快 也比较清楚 那这个电路我们看到呢 总共1,2,3,4,5,6 有6个电阻 OK 那么第一步骤呢 我们想办法把6个电阻呢 组合起来 变成一个电阻 有了电阻 有了电压 I1就出来了 好 怎么做呢 我们从它的最右边开始 9K跟3K 这两个串联 就这个 等于12 12K跟4K的并联 OK 12分之1加4分之1 刚好等于3分之1 因此呢 并联起来以后呢 这一部分的 这一个大 这一个部分的 这个回路呢 刚好等于3K Ohm 3K Ohm 再加3K 等于6K 跟6K并联 就在这个地方 6分之1加6分之1 等于3分之1 因此从 这个节点以出来以后呢 这一大串的这一个电阻呢 刚好等于3K 3K再加93 因此 再加9K sorry 等于12K 换句话说 全部的电阻 在这个地方呢 等于一个等效电阻 等于12K Ohm 也就是12000 Ohm的电阻器 在这里 好了 有了电阻 有了电压 那么I1等于多少呢 I1就是等于12 12K 等于1mA 1mA流过来以后 刚才我们提到 这一大串的电阻呢 刚好等于6K 这个6K 这个6K 两个 因此I2等于I3等于0.5mA 那么0.5mA流过I2 那么6K 成义相乘 那么VA就等于3V 第一个答案就出来了 好 那么这个是 刚才已经知道了 这个是0.5mA 这个是0.5 紧接着我们看 I5是多少 I4又是多少呢 I5 刚才我们知道 把所有的电阻 9K 3K 4K 当作分母 总共加起来是16K 16K 对面的电阻 4K 当作分子 16K分之4K 乘上0.5 等于4分之1 乘上0.5 等于0.125mA 也就是我们的I5 这一段是0.125mA 那么乘上3K 我们就可以得到VC 等于0.375V 好 那么同样又相同的道理 我们看这个VB又是多少呢 首先第一个先求I4 I4的话也是一样 1.16K分之12K 乘上0.5mA 等于0.375mA 0.375mA 0.375mA 乘上了 这一个4K的电阻 那就刚好等于VB 等于1.5V 那这道题目就解出来了 好 那么下面这道题目呢 在各位的第61页上面 也是一样 假设I4 就是这一个I4 这一段6K 电阻器上面的电流 如果是1.2 也就是0.5mA的时候 要问一下 这个V0这个电压源的电压是多少 好 我们看怎么去解 那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0.5mA 好 这个0.5mA的意思呢 我们知道了 马上就可以把 Y点的这一点的电压 就立刻求出来 0.5乘上6K 刚好是3伏特 这个3伏特知道了 那么除上3K 那么流过I3 也就是一个mA 这个是0.5 这个是一个mA 上面这段电流是多少呢 也就是1.5mA 1.5mA乘上2K VA呢就是3伏特 好 这个是3伏特 这个3伏特呢 因此呢 X点的电压多少 就是6伏特 好 这6伏特出来以后呢 这有3K 再这有1K 总共4K 因此呢 I5就是1.5mA I5是1.5mA 那么 这个I2呢 也是1.5mA 那么 I1呢 就是I1呢 等于3mA 好 3mA 那么 我们马上就知道了 好 刚才也知道了 从这个是6伏特 到这边 那另外呢 加上3mA 呃 乘上6K 等于18 将3mA 乘上4K 等于12 那总共V0是多少呢 那V0 马上就可以求出来了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得到 应该是36伏 好 这后面这一大段呢 也是课本的另外一个解法 各位可以阅读一下 在各位的课本的第61页到62页呢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但是呢 可以在最后的结果呢 也会跟你老师刚才讲的 都是一样的 那么到62页到63 总共有三个学习评量 12.14 一路到12.16 电路分别在三个地方 请各位开始用纸笔呢 把这个答案求出来 课本上面也分别把答案求 提供给各位了 各位顺便验看一下 你能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好 那紧接着在下面2.7节呢 是谈到了Y形跟Data形的转换 OK 什么叫Y形跟Data形 电路上面呢 有的时候呢 会分布向2 这个图里面 就在各位的图2.34 这个图的电路 那这个电路里面呢 RZ端里面呢 可能是外接一个电压源 或者一个电流源 那在这个电路里面 以这个电路来看的话 势必 不论是用节点定律 或者是回路原理 至少 以这个的话 至少三个回路 那么换句话说 一定是 三个方程式的解 OK 那这个解起来一定很复杂 保证各位 如果是新手上路的话 一定有错 不大好解 OK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点 那么要有一个进去 两个出来 又一个进去 又有符号规则等等等等 有一点复杂 但是呢 有一个偷卵的方法就是 这个三角形 如果可以变成这样子的话 可以看到哈 中间一个下来 再两个出去 那么这个电路呢 就相对简单许多 好 那么相对简单许多 可以看到一个进去 两个出来 那么换句话说呢 我们这两个 R4 R5 就可以并联 再串一个 这个上面的电路 那整个呢 就很简单计算过程 也就相对容易 好 一个三角形 对一个 我们称为 这个叫Y形的 有一个对应的 一对一的对应关系 这个关系呢 是什么呢 好 我们看现在如何去做 这个Y跟Data形的转换 我们看在这里 OK 在这里我们看一下 A跟B之间 A跟B之间 可以写成RA加RB 也可以写成R1加R3 串联以后 再并联R2 的意思就是说 RAB呢 等于RA加RB 等于呢 右边这个结果 就是代表了 RA加R3 串联以后 再并联R2 好 同样道理 RA RBC 跟RCA 也是如此 那这三个式子呢 我们从经过计算以后 就可以把RA RB RC 给算出来 RA等于什么东西呢 就是三个的相加 什么意思呢 RA是这一点哦 就是三个电阻相加 当做分母 A两端的两个相乘 当做分子 同样 RB也是如此 RC也是如此 那么 这是从 这个所谓的三角形去算Y 我们得了RA RB RC 各为多少 反过来也可以 可以以之 这个Y的RA RB RC 反过来去求 R1 R2 R3 R1等于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两个AB AB乘 RA乘RB RC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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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呢 两两相乘以后 加起来当做分子 然后呢 这个R1 对过去的 这个RB 这个呢 当做分母 同样的道理 R2 R3也是如此 好 那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就是如果三个电阻大家都一样 R1等于R2等于R3 或者是RA等于RB等于RC的时候呢 我们呢 就可以用透过Pile到上面去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 那你就发觉到 RA RB RC 这个RY呢 是刚好是三分之一的RData 什么意思呢 如果Y字形这个电路 假设每一个都是1KΩ的电阻的话 RA等于RB等于RC 都是1K的话 那么R1跟R2等于R3的话呢 就是每一个都是3K OK 好 我们看这个电路 好 左手边是原来的电路 这边是一个Delta 6K 12K 跟18K 好 那这个电路刚才前面提到 要解不是不可以 但是复杂的多 但是透过前面一张同影片所介绍的转换公式 我们就可以换成右手边这个电路 OK 3K 2K 跟6K 变成Y字形 那变成Y字形 中间的这个12K 已经统统不见了 换句话说 BT之间没有电阻了 变成了一个中心点 再放在这里 那这样子的状况下呢 那这个电路 那就可以2K加12K 这边串联 等于14K 这边6K加12K 这边再串联等于18K 变成这14K 并联 并联 18K 并联出来结果 再加3K 就是你要的答案 也就是下面这个地方 所算出来 那最后的答案 再加上前面的 就会得到30.88K 这就是我们 在这个练题题里面 看完前面的范例以后 请翻到课本65页跟66页 有两个学习评量 分别是1.17跟1.18 OK 那么各位请练习 做完练习以后 我们进入2.8节 含有相依电源的电路 OK 什么叫做相依电源呢 就是说 如下面这个范例 所看到的 这一个电压源的电压 取决于这一段电流 这I1这段电流的2000倍 因此这个电流改变了 这个电压就跟着改变 因此我们说 这一个电压源 叫做相依电源 相依电压源 OK 那么这个我们会在未来的 会陆续的跟各位介绍 例如说 在实际上利用的例子 例如说 电晶体的放大电路 电晶体就可以看作是一个 所谓的相依电源 等一下我们有例子介绍 在介绍之前呢 我们先看到第66页的 范例2-27 那这边是2-25 这是因为旧版的关系 但是电路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有一个12伏特的电压源 有一个3kΩ的电阻 跟一个2000层I1的相依电压源 再加一个5kΩ的负载 我们要看一下5kΩ 负载上面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好,那么首先用 克希霍夫回路原理 从左下角这边先触发 经过一个负的12伏没有问题 再加上3kΩ 乘上这个电流 3kΩ乘上I1 就是这边的压降 在这边是因为负载朝进来的方向 给负号BA 我们这个地方先用一个VA 在这个地方 再加上这一边的压降 就是5k乘上I1 OK,那么这个乘起来呢 都会等于0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这个VA 等于什么东西呢 就是2000乘上I1 就是2kI1 把它带进到这个式子里面去以后 那就一个式子一个位置数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回路上面的电流给求出来 I1等于2mA 那么乘上5kΩ 那么我们马上可以得到 我们负载上面的这个Vout等于多少呢 Vo等于10伏的 这个就是范例2-27 OK,那我们请看到 好,介绍完范例2-27以后 紧接着我们看第67页的范例2-28 OK,那么我首先用放大镜 把电路给放大出来看 这个电路呢 如同在这个上面这个电路所看到 它是一个四个branch的并联电路 第一个branch 这第一个旁路是10mA的独立电流源向下 第二个是两个电阻 2k跟4k的串联 第三个是一个3k的 单独一个的 第四个是一个相依电流源向上 这个电流的大小是3kΩ这个电流的4倍 好,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呢 用克希霍夫的节点定律 1,2,3,4 4个电路上的电流加起来等于0 第一个10mA没有问题 第二个VS除上6k也没有问题 第三个VS除上3k也没有问题 第四个我们呢 往上的是负的 第一个是负的 第二个负I0加起来等于0 好,这等于0了以后呢 一个是指两个位置数 首先呢,我们已经知道了 VS等于4I0 这个I0等于什么 来自什么地方呢 来自于VS除上3k 好,因此我们把I0 这个I0用VS除上3k带进去 我们就可以得到以下这个式指 一个式指一个位置数 我们就可以把VS求出来 VS求出来是12伏特代表 这边是12伏特 那这边的压降是多少 用分压定律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 它的V0等于8伏特 好,就是这一题 接着我们看第68页的 范例2-29 那这个呢 我们这个电路呢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回路 一个独立电压源12伏特 3k 跟一个相似电压源2V0 这个2V0就是 这个1kΩ的上面的压降V0 2V0的2倍 就是这个相似电压源再加1k 就完成一个一圈 OK,我们首先用回路原理 我们看一下 从左下角这边出杀 先减12加3kI OK,就是这边的压降 再加上2V10 OK,为什么呢? 因为正端朝进来的方向 然后再加上1kI 1k的这个电阻乘上 这个电流 就是这边的压降 好 一个市值 两个位置数 但是1k乘上I等于V0 那V0用1kI带进去 把V0给消掉 那就会变成一个市值 只有一个位置数I 我们就把I等于2V0安培求出来 那V0的1k乘上I就是2伏特 好,这个题目非常的简单 就求出来了 好,这个地方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看下一题 下一题也就是在各位 因为68月到69月的范例2-30 这边写 和范例2-28 因为旧版的缘故 OK 那在这里面呢 他提到一个厂效应电晶体 厂效应电晶体是什么呢? 就在左手边各位看到的 这一个 这一个叫厂效应电晶体 好 那么 是不是只有这形状? 不是,它有好多种形状 这是我从网路上面copy下来的 这个是它的电路符号 好 那么它这个电路符号呢 这个厂效应电晶体呢 它有一个所谓的等效电路 也就是在各位所这边看到的 这个电路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电路上面可以看到呢 大概呢 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一个输入的一个回路 第二个是一个输出的回路 在这个地方 好 对于这什么是输入呢? 那么假设这一个电晶体呢 是从一个麦克风得到讯号 这假设这个VI呢 是一个麦克风 或者是电脑的上面后端的 绿色的或者是红色的讯号输出的地方 输出的讯号呢 那么这一个呢 这输出讯号本身有一个R1小小的电阻 好 那么这个地方讯号呢 因此呢 那么R2呢 可以看作这一个电晶体本身自己的电阻在这里 因此对于输入这个回路而言 我们看到的电晶体有如一个大电阻 串联在我的电压源输入源的地方 好 这是输入部分搞定以后呢 我们看输出的部分 输出部跟输出的地方有个共同点 就是这个地方呢 大家的有一个共同的地线 那输出点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作呢 这个是一个相依的电流源 电流的方向呢 是这个 这一个电流呢 是往下的电流源 OK 这一个呢 我们看到电压由上而下 但是这个电流的方向呢 也是由上而下 好 那么这因此代表呢 它的相位跟它是相反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左手边 这一个电流呢 是由高电位由到了低电位 低电位到了低 但是这边的电流源呢 也是这这边的电流呢 也是 但是却从呢 不是却从呢 这个所谓的 也从高的电压源流到这个地方 因此呢 如果这边高的话 这边低 那么这边高这边低的话 代表的电流的方向相反 等下我们会看到 我们出来的这一个争议词 是负的 好 先这个先卖一个关子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相依电流源 这个电流源的电流有多大呢 是一个VG 就是这一个R2上面的压价 乘上一个增益系数GM 在这个地方 后面有R3 R4 R5呢 这个三个呢 就是这个输出上面 电路上面 所需用到的主抗的一些安排 好 这个因为到电子区里面 会有详细的介绍 好 那我们最后最后看到的输出呢 就是在这三个并联的电阻上面 所得到的电压值 好 那么我们 例如说一个对一个大声工也罢 对一个耳机也罢 进来的讯号可能比较小 输出的讯号可能比较大 因此大的除上小的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争议 我们叫做电压争议就是 它的Amplification 放大了多少倍 好 我们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电路第一步先进一步的 进一步的简化 就是把R3 R4 R5 三个电阻给它简化成 一个等效电阻R L在这个地方 那就很简单 就三个并联就出来了 那这个电路呢 就相对简单了许多 这就是这个电路 而称宣公主人 很简单 但是您可以做过 他们因为都是发达的 一路的刷子 出来 一路都是发达的 一路的刷子 对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数学式 首先呢,我们刚才前面提到 我们的负载呢,等于R3跟R4,R5三个的并联 好,我们再往下面看 在这个电路上面呢,我们看 VG等于什么呢,用分压定律 就是R1加R2分之R2乘上V进来的VI 也就是这个数字所要看到的地方 OK,VG等于R1加R2分之R2乘上VI 好,我们又知道呢 最后的这一个输出呢 这一段的输出的电压等于什么东西呢 就是电流 电流乘上了我们的负载RL 好,电流是什么呢 是等于这个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相依电流源的电流呢 等于负GM乘上VG OK,就是它的电流 OK,就是我们把从输入的电压乘上它的电流升液 OK,负GM 刚才这边有个负号意思代表的相位差了180度 好,那么我们把刚才已经得到的VG 这一个式子呢,带到这边来 那我们就可以最后得到的 我们的输出Vout等于R1加R2分之负GMRL乘上R2再乘上VI 那么我们把Vout比上Vin OK,就V就输出的比上输入 就会等于负的R1加R2分之GM乘上RL乘上R2 在这边再次讲到这个负号 是代表它相位差180度的意思 就输出的信号跟输出的信号 输出的信号两边呢,是相位差了180度 OK,并不是有它争议值有什么变化 好,我们把一些相关的参数带进去 例如把R1设为100Ω R2设为1K GM等于0.04 然后R3等于50K 带进去 我们就算出来呢 它的争议值-165.29 这个165.29 换句话说呢 这一个电晶体的争议呢 大概是100多倍 这是非常合理的数字 在这一节结束之前 在第70页 我们有两道练习题 分别是12.19 跟2.16 2.20,sorry 各位 请各位 用 做练习 好,介绍完了前面 关于理论的部分 紧接着在第二章的后半部呢 介绍偏向于有关技术不上的部分 首先我们先在前面我们也介绍了所谓的色码电阻 就是电阻上面有几条颜色 代表电阻的大小 但随着时代的进步 一块那个印刷电路板上 塞不了那么多的色码电阻 怎么办 我们想办法把更小的元件放上去 这是第一 第二种所谓的表面黏着技术 也就是我希望把元件跟电路呢 放在印刷电路板的一边 那么这个我们等一下也会做介绍 我们首先看到呢 就是如何把电阻做小 OK 那这二十九章呢 介绍了有三种所谓的微型化的电阻器 第一种是所谓的后膜电阻 后膜电阻的顾名呢 它的结构图 可以从右边的这个截面图所来看到 也就是说呢 它这个电阻呢 是由中间的有一圈的 这个叫做陶瓷状的结构物所构成 这个陶瓷状可能是例如说氧化物啦 或者是氮化物等等都有可能 好 那外面呢 再包袱一层的金属的外壳 那另外呢 这一边呢 那这个里面呢 它的构造呢 两边的导线已经不见了 两边的导线已经不见了 OK 那这个呢 就是这张照片上面显示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典型的后膜电阻 靠着焊锡把它焊锡在这个印刷电路板上面 那它尺寸多大呢 这上面有标示 就是1242就代表120乘420mils 这个mils在这边做一个介绍 就是代表1千分之一一英寸的意思 也就是0.0254mm等于一个mils 那120乘420mils的话 有经过换算以后 大概是3毫米乘上10毫米 也就是0.3公分乘上1公分 大小大概只有你的指甲的大概三分之一过程 那大小 然后在这个制作过程中间呢 这个里面先用机械呢 作用把它尺寸给切出来以后呢 再经过回火的程序 回火程序就是说呢 因为机械加工呢 可能把这个陶瓷里面产生了一些所谓的缺陷 回火过程中间就把这个帐里面的晶体呢 重新再组合 那么把中间的DFed 也就是缺陷变少 因此会造成呢 它的电阻值呢 会大概有10-20%的误差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 再用镭射再做精密的修整 它的尺寸呢 达到了 希望它的误差能够降到10%以下 这个是所谓的后膜电阻 就是各位看到这个尺寸 那么再讲到 下面当然还有所谓的薄膜电阻 什么是薄膜电阻 在这边线呢 我只能讲薄膜电阻器 那么什么叫做薄膜电阻呢 那么这个地方呢 会用在一般的电子制程里面 常常会用到 好 就是说呢 假设这个电阻呢 事实上是一片这种形状 好 OK 就是一片薄 在一片薄薄的薄膜 请问这个电阻怎么计算 怎么定义 首先我们回到电阻的定义 电阻等于 电阻率乘上电阻的长度 出上它的截面积 例如说以这个来看 我们计算这两端的电阻多大 就是它的长度 出上它的截面积 再乘上的电阻率 就代表它的电阻 好 那么这个截面积 又可以定义成它的宽度 乘上它的厚度 我们把它带进去 然后呢 我们定义一个新的定义量 叫做薄膜电阻 电阻的意思就是 单位厚度的电阻率 OK 我们定义成RS 乘上L 出上W 好 L是代表它的长度 W是代表它的宽度 因此如果L等于W的时候呢 这个就会被消去 R就等于S 换句话说呢 一个平方正方形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的量出来的电阻呢 就是 再从这边量到这边的电阻呢 就是它的单位厚度的电阻率 OK 那我们另外定义 这个字很长 我们称为定义单位薄膜电阻 等一下我们也会用到这个东西 好 那么薄膜电阻器呢 跟前面的有一点点像 OK 只是呢 它的内部构造不大一样 它是呢 在一个所谓的 我们称为 highly purified aluminum substrate 底下呢 是一个 我们这应该是一个 陶瓷的铝 就是 含铝的陶瓷氧化物 或者是例如说三氧化二铝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好了 经过精密的抛光以后 在上面 我们用spotting 剑镀的方式 镀了一层金属薄膜 那个金属呢 可能是按照课本先说 可能是氧化痰 或者是涅落的合金 镀在这个上面 它的厚度可能只有几百个 然后外面再做一个包装 包装起来 好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它也是会用镭射 去做精准的切割 因为它的薄膜 非常的薄 会说呢 但是它的材质呢 可能是金属 所以它的电阻呢 当然就会比前面的 来的会比较小 好 那么除了第三种呢 我们叫做细扩散电阻器 刚才前面介绍两个呢 至少我们眼睛还可以看得到 那这种电阻器呢 我们基本上眼睛就看不到 不大容易看得到 应该是这么讲 它就直接做在细晶圆上面 就是这个呢 是我们的所谓的一个 在我们的细晶上面呢 一个单独的一个IC 我们机体电路 机体上面 电路上面这个电阻呢 就会看到在哪里呢 就在这个地方 它里面可以看到这个 类似像九转十八弯的东西呢 那这个做什么用呢 这就代表它的电阻 电阻我们知道 长度越长的话 电阻就越大 截面机越小的话 截面电阻就越大 因此我们藉由控制它的长度 跟它的截面机呢 就可以控制这个的电阻的大小 那这个东西什么材质呢 基本上它就是细 然后呢 里面在兜品 再掺杂了一些所谓的棚 或零等一些杂质 藉由它浓度的大小 改变它的电阻率 也就改变了它的电阻大小 那我们称为这个叫做 Diffuse Resistance 就是扩散电阻 藉由把杂质用扩散的 放什么扩散呢 就用高温度 让从贴在上面贴了一层 含那个杂质的那个薄膜 然后薄膜 然后直接的扩散进去以后 然后再把上面的洗掉 那这个就是产生的 我们的扩散电阻器了 好 那这三种的比较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 厚膜、薄膜、细扩散 那它的每一片的电阻 刚提到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单位厚度的电阻 大概是厚膜的大概范围比较广 薄膜的次质 然后呢 细扩子也很大 那么在这里面有个特色 就是薄膜的话 电阻相对比较小 因为它是金属的 那这个是半导体的 那这个呢 是所谓的 所谓的氧化物的 那不管怎么样 在回火过后呢 大概都有20%到20% 甚至2%的误差 那么 那么 经过雷射修整以后呢 我们希望 它的误差 能够降到1% 那么 细扩散它没有数据 那相对而言 我们看它的成本 当然后膜的材质 比较 呃 可以用不存物 所以它的相对成本比较低 薄膜 因为是用 牵涉到器具 因为牵涉到薄膜 是必要见度机 细扩散也是一样 这直接在微粉上面作业 当然的成本 当然是不最高的 好 那介绍完了这个所谓的 呃 我们的电阻技术以后 紧接着我们看一下 2-10 有一些几个应用范例 第一个应用范例呢 在这个地方 谈到的是一个光电管电热元件 ok 那么这种东西呢 其实讲了半天 其实各位应该有 这种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吹风机的 里面的开关的设计 我们这种各位用吹风机都知道 它的开关有大概有四个 打到A的时候 它这开关机是关的 你吹不错 或者是A的时候 你可以说它吹凉风的 好 打到B的时候呢 随小 低热 ok 那这时候呢 这个叫低热 ok 打到C的时候 中热 打到D的时候 大热 就是小中大 ok 那基本上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个打到大热 这个最热的这个range 是2000瓦 中热呢 是1200瓦 那小热呢 就是800瓦 好 那这个 这是开关 那电路上怎么设计呢 设计的状况就像这样子 好 A吹凉风 B呢 小热 只有R2会跟电路导通 C呢 中热 只有R1跟它导通 那CD呢 打到这个时候 两个通通导通 好 那我怎么来计算 它的这个电阻 怎么来决定呢 我们看下面这个图 ok 可以 这是原来的电路 刚才各位已经熟悉了 好 我们看一下 那么它功率怎么计算呢 很简单 如果是中热的话 我进来的电压是230伏 好 那电阻多大 230的平方 除上进来的功率 这个电阻就44.08 换句话说 我要做个44.08的聂洛斯呢 装在这个R2的地方 我就会产生 我就可以 哎 我就可以 应该是R2呢 我就可以产生中热 那么我要同时呢 我要希望呢 哎 那么小热的地方呢 主要是R1 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么 请问 它的电热 聂洛斯要多大 也就相同的公式 只是把功率换成了800 那么 电热斯就是66.13 ok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了 好 下面第二个链齐体呢 这个应该是这个立体呢 出现在各位的课本的75月到76月 他要问一个问题 所以各位一定有经历过 汽车在启动瞬间 为什么车头灯会变暗 ok 那么这个东西呢 这个电路图呢 我们看一下 下 好 林健老师从YouTube抓了一段影片下来 来介绍 启动马达的功能 它中间有一个转子 这个转子呢 外面上面加了一个线圈 线圈连接到的 两条电线 一条通到了转子 一条接到了外面的电池上面 跟启动开关 开关按下去的时候 这边产生磁场 让两边碰接在一起 同时把这个东西齿轮向后推 那马达转动以后 转动了你的飞轮 引擎就开始动了 动了以后呢 它就离开了它的 你马达就 启动马达就停下来了 好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 汽车启动马达 跟车头灯 及电瓶的简单的等效电路 在这个电路之中呢 左手边这个电压代表汽车的电瓶 那这RBATT代表电瓶里面的内部的电阻 这个电阻多大 课本有说到 大概是25mΩ 好 这个IH代表汽车的车头灯上面的电流 OK 好 那么如果这个启动马达 如果不动的时候 那么所有的电流只留过前面这个回路之中 那么汽车的车灯的电阻远大于这个25mΩ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12伏的电压 通通大概都降在这个车头灯上面 因为车头灯非常的亮 好 现在马达启动了 马达启动了 因为这个马达呢要带动整个引擎的转动 引擎呢 本身呢要需要大的扭力的意思就是很大的功率 这个才能把这个引擎整个启动 好 那这个要大的功率代表很大的电流 那这个电流有多大呢 大概将近90到120A 我们抓100A好了 那么100A的电流会经过了这个汽车的内部的主电阻 再经过启动马达再回到原路 好 那我们看到25mΩ 如果电流小 例如说在这里假设1A的话 这个这边的压降非常的小 但是如果有100A会流过汽车的内部电子的话 那这个压降就不得了 25mΩ乘上100将近2.5V的压降会降在这个汽车的电阻 电瓶上 那么12V减2.5V 换句话说能够到达到这个车灯的只剩下9点多 9.5V左右 那么9.5V左右呢明显的相较于之前的12V 等于降了一个很大的数目 当然它的车灯就会变暗了 这是一个最简单也合理的解释 好 那么介绍完了汽车的车灯的问题以后 紧接着翻看到各本的76月到77月 有一个汇石层电桥的问题 好 这个汇石层电桥各位在高中或者是大一服务实验里面 都已经做过这个实验了 这个实验其实构造也就是用四个电阻 OK 然后两两串连 然后两两串连 然后串连以后呢 再并连到一个外加的电压源上面 我们用一个减流剂呢 检查呢 这个两个电阻之间的相对应的这个 这个的电流 OK 那如果呢有一个 如果呢R1比上R2等于R3比上RX的时候呢 这时候减流剂上应该是没有电流的 好 利用这个特性 我们就可以 如果已经知道R1、R2跟R3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决定了RX这一个电阻 数值出来 好 那么这个里面 那利用这个方法呢 我们可以引发出来的许许多多的应用 比如说下面这一个 我们来帮卡车称重量 好 我们知道呢 汽车里面呢 在高速公路 在经过了收费站的时候呢 在以往有收费站的时候 现在还是存在 都会叫你去 在有一个地方 有个地棒站 叫你去检测 这个卡车的重量 如果你卡车超重的 超载的话 大家就要罚你的钱 好 那么地棒站如何作用呢 它的构造大概形成这样子 它是一个平台下面呢 平台的下面呢 有贴了应变计 有应变计上面呢 我们的应变计呢 就如同一个可变电阻 在这个地方 重量 重量改变的时候呢 它的应变计上面的电阻也跟着改变 好 那么我们如何知道它的这个汽车的重量呢 就是看这个电阻的改变量 那电阻的改变量以后呢 刚才前面提到 这个改变 你R3也要跟着改变 如果这两个不变的时候呢 R3跟着改变 因此呢 让这个电流等于0 那么R3这个地方跟着改变的时候呢 那么从这个R3的改变量 我们就可以反推出来 这个电阻变化多少 有电阻变化就可以推出它重量的多少 好 下面就有一个例子 在这个地方 假设呢 R1跟R2呢 一个是100 一个是110 那RX的正常没有车子 正常是120欧姆 那么R3呢 我们算过来 R3就是109.3901 OK 109.3091 sorry 好 那现在呢 如果它的重量呢 变成了 改 放上了我们的D棒站 那个电阻改成了120.24 我们经过同样的过程 再去计算呢 我们发现到 电阻是109.0909 那我们得了出来呢 这个R3的电阻的改变是0.2182 好 这个是课本的例子 课本的作者 显然不大了解到这个 它的真正的作用 并不是只算一小小电阻变化 真的作用呢 应该是像这样子的 这构造 R1跟R2呢 不是两个非常接近的电阻 而是呢 有一个比例的存在 例如说呢 我把R1射100 R2射击为10k 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这两个差了将近100倍 好 那100倍的话 那么刚才前面提到 这一个电阻就是我们D棒站的 在R3 这是电阻原来是120 现在变了120.24 一个小小的电阻变化 我们知道 我们非常难量 为什么呢 因为很有可能 你的实验误差呢 就远大 就可能远大于这个小小的误差 那我们如何来精密的决定这个呢 我们就加了一个会师从电桥 把这两边的比例放大到将近100倍 的意思就是说R4呢 也要放大到100倍 好 原来是120.24 到了这边呢 如果这这一段这个减流季 没有电流的话 那这边的电阻呢 就会变成120.24欧姆 换句话说呢 0.24到这个地方就变成24欧姆 好 那我们如何来balance呢 就是我外接 在外接一个精密的电 可变电阻 这个电阻可能 例如说呢 我们可以去外面市面上 买得到这种10转50欧姆的 就是它转10转才能50欧姆 可以机密的决定到0.1欧姆 OK 我们利用这一个的可变电阻 调整这个可变电阻呢 让这边的电流为0 好 这个右左边 这个就是各位看到呢 这一个 各位看到呢 这个的变化呢 我电阻从120个 这可能加可能减 可以增加的话呢 它的变化 它的电流呢 这减流剂呢 要非常的精密 因为即使到变化0.5欧姆的话 它的变化呢 只有一个microampe 就是一个微ampe的意思 那么这么小的电流 我们还是可以用微安剂检测出来 那重点是在这个R4这个电阻 R4电阻呢 因为它被R1跟R2 这个简单的放大倍率所放大了 当然你也可以选定 10倍的或是1000跟1万倍都可以 好 放大 换句话说 藉由它的这个放大的作用 因此呢 这个小小的电阻 我们就也跟着被放大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可变电阻来决定 这个小小的电阻的变化值 进而我们就可以做许许多的应用 例如说 刚才前面提到的帮大卡车称重 这是其中应用之一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78月的设计范例2-11 OK 那首先看一下79月的设计范例2-34 给他老师在这边做个解释 好 这个人呢 设计了电路以后呢 希望给他的 他的电子电路呢 有一个更大的卖点 怎么呢 就希望在电路外面呢 电子外面的机壳上面 增加一些灯势 就是讲电灯泡 例如说开关啊 通电的时候开关亮等等等等 好 他这个电灯分成两组 一组是用12伏特点亮的 就这两个L1跟L2 那另外有5个灯呢 12345 这5个灯呢 是用9伏特给点亮的 好 那9伏特点亮的灯的话 那么首先我们算一下呢 这个电阻有多大 那假设这电流是5个mA的话 换句话说 相当于 这个灯呢 就相当于一个1.8K的一个电阻 有5个并联在一起 我希望这一个 这边的电压是9伏特加减5% 好 什么时候会变成加呢 就当这里面通通关起来的时候 这时候灯不亮的时候 灯不亮 这边电压会比较高 9.55 第二个呢 我把它扣上去 电路导通以后呢 灯亮了 这时候电压呢 变成-5% 会变成8.55 好 我们这时候呢 那请问这个立体就告诉我们 R1跟R2怎么设计会比较好 OK 我们首先第一个呢 假设用高值就9加5% 就9.45 来 那么用分压定律 12伏它是原来输入的电压 那么马上算得出来 R1比上R2是0.27 那第二个呢 灯通通亮的时候 刚才讲到的 这时候电压降了 降了5% 是8.55 好 8.55的话 再用分压定律 这时候 我们看到5个电灯炮都亮了 5个呢 那么1.8 并连5个就变成360 然后硬是我们的公式可以写成这样子 好 有R1比R2点0.27 那么这个6 第二个比6点8.55 那我们带进去 进去看一下 发觉到呢 这时候呢 诶 R1 这时候呢 这个比值是 诶 这算得出来呢 这个比值呢 是刚好1.4 1.4呢 我们把R1比R2点0.27 带进去呢 好 我们来看计算过程 首先的话 呃 假设 所有的灯都不亮 好 我们假设这个电压是9 加上5% 就是9.45V 呃 9.45V等于12 OK 乘上分压器的分压 R1加R2分成R2 马上把12搬过去的话 R1比R2等于12 0.27 紧接着 假设 5个灯通通亮的时候 1.8K并联 5个就达360 这时候分压进去 造写 只是中间的电阻 改了R1加上R2并联 360 360来是5个灯炮的并联 那么R2并联 360 好 那么我们把80 照样算过去 OK 然后把R1比上R2等于0.27带进来 那么我们马上算出来呢 就得到R1等于46.8欧姆 R2等于173.3 OK 课本上面的80页下面的R1 就用180欧姆 这个则来当做我们的选用 好 介绍完了这个 好 接着我们看 第80页的设计范例2-35 好 这个是一个设计一个电路 这样能够让12伏特输入 5伏特输出 那为什么是个12跟5呢 这个可以想 12伏特是汽车的电瓶的电压 5伏特呢 是用来做什么呢 很简单 各位的智慧型手机的充电 就是用5伏特的 好 那么怎么充电呢 就是你设计一个 从汽车点源器的上面 设计一条 USB的线出来 那你就可以帮你的手机充电了 好 那12伏特输进5伏特 怎么最简单的设计 就是拿一个分压器来做 当然还有其他的做法 好 分压器出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马上用分压器的公式 V0就是代表输出5伏特 V1是12伏特 那么R2 当做分子 R1加R2当做分母 那么好 我们马上可以把这个5啊 这个12这个5带进来 马上得到1.4 换句话说R1等于1.4 乘上R2 但是我们另外有设定 就是希望这个设计的 这个电路的功率消耗 是200 小于等于240mW 的意思就是P等于V平方乘上R 那么带进去以后呢 小于等于0.24W 带进去以后呢 然后用R1 用1.4R2带进去 然后得出来R2 必须大于等于250欧姆 那么R1呢 就要大于等于350欧姆 那这里面等于开放一个上限 那但是呢 有一些问题出来了 因为呢 按照前面的射码电阻表里面 显示的 加减5%的这种电阻呢 并不是250 350 并不是每个都有 于是乎呢 那我们就把下面从2000到3000到24呢 总共有23个选择 通通列出来 300 就是假设我定这个R2是300的时候 R1刚才讲的是1.4倍 就420 好 这420呢 最近的射码电阻是430 那330若是R2的话呢 R1的理论值462 用了470 那同时我们计算它的 输出的电压等等 那列表 用Excel把它列表出来以后呢 我们同时看 各位看过来看 好 各位看出来呢 这个电压呢 当然我们希望这个电压充电器 电压不要太低 因为有的时候呢 电压低的话 会影响到它的 一来充电的效率 可能第二个影响到 你手机里面的内部电路 那我们算过去 例如说呢 1000 1K的话 当作R2 那它这是1.4K 但是我们只能找到1.3K 当然你可以说 我用一些精密电阻 那当然精密电阻 就比较贵了 那么这样一路过来看下去呢 最顺眼的是这个 1300 就1.3K当作R2 那R1的理论值是1820欧姆 那我们可以找到1.8K 这个误差呢 就相对比较小 好 那这就是我们 这时候在设计电路里面 它 不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套用一句 各位最近常听的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OK 只有一个最佳选择 OK 我们讲的最佳选择 就是说 它用最佳选择 用最便宜的代价 又可以得到相对比较准确的电压 就是我们这里面的选择 当然你说 如果说我很贵 我要5.000怎么办 那当然 我们在这本词学后面 还会介绍 我们如何做一个分压器 用电阻来做的话 事实上是一个最不得已的做法 好 接着我们看 第83页的设计范例 2-36 2-36呢 这是一个感测器电路 OK 跟加上它的控制器 什么是感测器呢 它能够将0-100psi的压力 换成4-20mA的电流 什么是psi呢 就是每平方英寸多少磅 OK 一个大气压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是接近13个psi 好 换句话说呢 这个大概是0-7-8个大气压 这个感测器 它能把这个大气压变化 换成4-20mA的电流 好 那么以下的这个呢 就是一个感测器的等效电路 好 那么感测器本身是一个电流源 刚刚前面提到4-20mA 旁边并联了一个它的内部电阻 RS OK 外部电路呢 是一个本线路 OK RWire 跟一个250欧姆的电阻 这个250欧姆的电阻呢 跟我的控制器并联 控制器呢 去读这个250欧姆电阻上面的电压 OK 由电压呢 转换成你要的讯号 去做后续的动作 好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呢 在这一个感测器上面呢 首先我们看 那么这个IS就是感测器上面的电流 我们希望呢 跟这个电流呢 要能够通通的变成ISignal 怎么办 OK 那我们看一下 感测器这个电流源 两边呢 有一个电压VS 那么这个电流出来有两条路 一条经过RS 一条经过后面这一个回路 好 那么 那么这个 这个RS RS上面的电流就VS 除上RS 加上看到后面的回路就是 VS除上RWire 加上250欧姆 OK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希望这个电流ISignal呢 我希望越大越好 ISignal等于什么 就等VS除上RWire 再加250 那么我们马上 ISignal除上RIS OK 马上一除起来 就会得到这个式子 等于1加上RS RWire加250 再分之1 我希望 所有的 这个Sensor的电流通通通变成信号电流 那么 我希望当然就这个比子接近1了 我们看这个式子 等于1的条件是什么 当然 RS 是越大越好 RWire 我们知道 线本身的电图大概1到10吧 那么 RS越大越好 多大呢 大概就是 就是 起码的标准 以我们对电子学的了解 是至少是它的10倍 或 当然我们越大越好的话 10倍 或者是 100倍 就是2.5K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这个比例就非常接近于1 接近于1的话呢 那么 换句话说呢 所有的 Sensor上的电流通通通都降 这个电流呢 通通 降到250欧姆上流过250欧姆 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大的电压 电压越大 这个控制信号就越灵敏 那 电压小有什么不好 也很有可能 我们就担心就是杂讯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空中或空气中呢 都有大概几个mV的杂讯 10个mV的杂讯 那这个杂讯呢 通通都会影响到我们的 控制的结果 所以这个电流越大 那么 这个越 那么它的电压就越高 电压越高 就远离我们的杂讯 这个是我们一般的 对于感测器的要求 好 紧接着 下面这本书的最后到一道 应该是最后一道范例吧 那这个范例是一个 假设一个电晶体电路 OK 那这个电晶体电路呢 我们的这个电晶体 刚才前面提到 那每一个电晶体呢 它可以做成一个等效电路 那个电晶体的等效电路呢 大概就长成这样子 它对于输入端而言 就是信号端而言的话 我的相当一个很大的电阻 在这里 R-E 这是我们称为输入电阻 但是对于这个 你的喇叭扬声器这一端呢 好像有一个信号产生器 那这给你产生你的因缘 那这个信号程 可以相当于一个电流源在这个地方 电流源在这个地方 然后并连一个它的内部的电阻 好 那么这个有三个电晶的参数呢 R-E输入这个电阻分别是1、2跟8 这个另外一个电流源并连的电阻呢 这个分别是50、75、80 然后争议值是50、30、20 他要问一个哪一个选择比较好 假设呢 我希望放大器提供的争议是200倍 OK 问他哪一个呢 算起来会是我越接近这200倍这个数值 我们看计算的过程 首先的话 我们看输出的电压 输出电压是刚才前面提到的 等于电流乘上电阻 电阻后面有一个它的内部电阻 跟R0跟我的负载两个并连 乘上的电流 电流等于这个叫做转导系数 GN放大增益乘上它在输入电阻上面的电压V OK 那个V呢 相当于用输入信号乘上 刚才用一个分压器 就是RIN加上RS 好 我们把这两个式子一合并的话 那么最后的电压增益 是输出电压比较输入电压 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然后我们刚才就把那个电晶体的规格表的RIN RS跟R0分别带进去 结果算了出来 诶 这个发觉到 这个它的 这个123呢 刚刚讲到200倍的会最好 那么我们发现到 只有第二个这个争议会比较好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211倍 它的负号的原因放在这个地方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输入信号为正的时候 我输出信号为负 输入信号为负的时候 输出信号为正 如果是一个交流信号的话 输入信号跟输出信号的 它两个的相位呢 差了180度 因此有了一个负号 第一是说输入信号越高 我输出信号就越小 应该一个反向越大的意思 OK 这意思就在这里 好 那我们这一章呢 就到这里结束 这个是这一章里面的学习重点 各位看一看 你是不是都学懂了呢